因为空间站是自己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建造运营的 所以我们这个确实是完全自己制定的 但是呢 就是说很多方面呢 其实是从技术的角度是共通的 当然肯定还是要做一些改动的 国外就是比如说它设计了一个 本来是给国际空间站设计的这样一个 这个科学研究机会 如果它因为各种这个计划的变动 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 没有机会去国际空间站来做科学实验的话 那它只需要经过很小的改动 来适应我们的这个空间站内部的接口呢 就具备从技术的角度啊 就具备条件 那么装到跟中国的空间站上 来继续开展它的这个科学实验的活动 更多的会在这个问天和孟天实验舱 进行这些国外 就是由国外来提出 来这个制造的这些科学仪器 来进行科学实验 那么这个实打实的 就是进行很广泛的国际合作